小开化重点啦 那么让腾岛昭教授如此感动的光催化实验究竟是什么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催化反应 简单的说就是甲和乙原先并不能发生反应 但是此时丙加入了进来 通过丙的沟通甲和乙就能够发生反应了 而且在甲乙反应前后 丙自身并不会发生变化 这就叫做催化反应 丙就叫做催化剂 那么利用吸收光进行反应的物质就是光催化剂了 比如叶氯素就在光合作用中担当着光催化剂的作用 而在腾岛教授的实验中 他所使用的氧化钛就相当于光合作用中的叶氯素 通过氧化钛的催化就能够让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 氢气在未来可是了不得的新能源哦